目前世界上拥有量产五代机的国家 只有中美俄三家 中国的歼20和美国的A-F2235战斗机 以及俄罗斯的苏-57 都是同级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其中中每两国的五代机 毫无疑问是同一档次的战机 俄罗斯的苏-57烧辞制 首架第五代战斗机问世至今也有20多年了 美国积累了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技术 不过因为中国先后研发出了歼20 FC-31隐形战斗机让美国空军有关人士焦虑 美国苦心积攒的技术优势被中国弯道超车 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 因此早在2010年代 美国空军就已经开始准备全新的六代机计划 而日本和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 已经宣布了联合研制六代隐形战机发动机的计划 看来现阶段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 都在进行关于六代机研发的军备竞赛 目前美国在这方面可谓是遥遥领先 早在去年美空军高官公开爆料的六代机消息 我们可知 美国空军的第六代NGAD计划战机 已经完成了建造第一架原型机的任务 同时成功地进行了试飞 因此 有不少网友认为 美国目前在技术上对中国的歼20进行了反向超车 而中国目前关于六代机的动向可是一点也没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强调的是技术验证机 好多媒体传着传着就成了美国的六代机进行了成功的首飞的消息 实际上这是第六代NGAD计划战机的技术验证机首飞 就像日本的新神战机 这飞机就是技术验证机首飞到现在十几年了也没有研发出来原型战机 最后项目不了了之 因此 技术验证机和原型机区别大的去了 不可混为一谈 美国人的计划则是2030年NGAD计划战机才能完成首飞 因此 强调所谓美国对舰20反向超车 已经研制出了更先进的六代机这观点就是有势偏颇的 NGAD具有与当今世界上所有隐形战机不同的外形 为了加强其隐身性能 特地将飞机拥有的尾翼取消了 王总是表示 第六代战机相比第五代战机具有非常优异的性能 据称其飞行的最高时速为3马赫左右 这比我军现阶段装备了任意一种战斗机还要快 而且还具备更强的隐身性能 估计是和美国的NGAD计划战机一样采用了五尾翼布局 当然 关于中国六代机服役的时间 王总是透露可能是在2030年代中期 和美国的节点差不了多少 美国的首家六代机 2030年首飞服役也得2035年了 英日的六代机差不多也是2030年代 因此到2030年代 各空军强国战斗机的发展 可以得到一个跨越式提升 多数目的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